就有素 就落在素量里头 那就是命运了 所以命运是自己制造的 不是别人主宰的 国家有国运 世界 整个世界有世运 在讲大世界有世运 佛视现在这个世界 从极向上来说呢 佛也不能脱离素量 所以佛也有法运 正法一千年 向法一千年 末法一万点 根据中国历史的记载 佛是周朝穆王 五十三年圆寄的 我们中国的记载 如果按照这个记载呢 算到今天呢 算到我们今年是三千零二十年 这跟西方人的说法不一样 西方人说法今年是两千五百多年 那不管呢 按中国 按中国 西方的总而言之都是末法了 这个正法一千年 向法一千年都过去了 现在 现在确确实实是末法的时代 佛华逐渐逐渐衰了 衰为了 将来这个经典呢 将来这个经典呢 也逐渐逐渐在这个世界消失掉了 曾经有人问过 在古时候 由于没有印刷书 经典都是熟悉流传的 是很可能呢 小生 灭掉的 失传的 很可能失传的 现在印刷书这么发达 成本这样低廉 科技这么发达 这个经典怎么会消失呢 真的 现在要是这个经典在这个世界消失 除非地球毁灭 地球不毁灭 经典不可能消失 为什么呢 它已经藏在全世界每一个纠络队 怎么可能会消失 怎么可能会消失 那么佛讲这个法灭尽呢 这个话应该怎么解释呢 经典虽然存在 没有人相信 那就消失了 那就消失了 这是真的 没有人相信它 没有人以为它是真的 而且还用 现代人自己的思想意见去批评它 这经典就完了 这就叫灭尿啊 所以佛曾经佛在放灭尽经 这是一部小经呢 在这个大藏经的经济部里面 经文不长 佛说得很清楚 将来佛法消灭 第一步消灭的是论言经 那我们看看现在这个社会 对论言抱着怀疑的态度 就很多 也有很多的著作 批评论言 说论言非佛说 批评大乘其心论的 批评论言经的很多 认为论言经是伪造的 不是佛说的 这个论言就舍舍掉了 所以佛经将来的消失 是这样消失的 所有一切经没有人相信 也没有人认真去研究修学 这一切经消失掉 到最后 这就是阿弥陀佛经 换一句话说 换有一些有善跟有福德的人 听到这个念佛往生呢 他能够相信 他能够接受 我们要问 为什么他能够接受呢 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自己的善跟福德 另外一个是 看到依这个方法修行的人 他真的往生 这是一个令人生起信心的很大的一个因素 他对我们鼓励不少 在这些年当中 在中国 在台湾 在新加坡 马来西亚 在香港 这是我经常所接触到的这些地方 甚至于在美国 时时时听到 念佛往生 有种种瑞相 有不少 欲知识知 这个是最难的 是最可相信的 他不生病 小的哪一天走 有站着走的 有坐着走的 他走得这么自在呀 这个一点都不讲了 我们台北 您由念佛团 离计划老居士往生 那一天 旧金山的干老太太 青年看见 她那一天 念佛会员干老居士参加的 离计划老居士 离计划老居士 那天晚上跟大家讲经 讲了一个半钟天 讲完之后 告诉大家 我要回家去了 下了讲台 在小客厅的沙发上 一坐就走了 那么自在 他往生的时候 干老居士跟我说 念佛送他往生 他瞧眼睛 干老居士瞧眼睛 亲自在场见到的 那老居士八十多岁 没有生病 身体非常好 讲经的时候 声音洪亮 说走就走了 所以这个诗 不必要懂得很多的理论 你看到这些诗诗 他能做得到 我为什么做到 所以学佛的人 非常重要 心要清净 心清净 身清净 身心清净 不病不生